曾经获得第二届台中市工艺师 七亿创作老师陈永兴 在文化局中心一郎展出 2022 举岛7号陈永兴议展 展期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 也透过了静态的展览 展示七亿千变万化的境界 县长赖峰伟 议长刘成昭林也一同出席 并且表示肯定陈永兴老师的创作 充满了展现生活的美感 那今天 今天的我刚讲主角 当然就是我们陈永兴老师 也带来了这么多这么多的 我们的七夕的作品 那我想 为什么跟陈永兴老师的解缘 当然是 就是我们蔡老师 蔡毕蔡老师的一个牵线 那当初我知道说 有这么棒 然后他送给我一幅 那个七夕的作品 我是觉得说非常 这个作品 我们是很少看到的 然后从他的那个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很高雅 然后非常的沉稳 那个沉稳之中又有一些 我觉得蛮 就让人家感觉非常想要的一件物品 那今天我就请说 哎 这同步 我们这个七夕的 这个作品 其实也非常 几乎没有看过 那么他写 违染 那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一些人生的一个品味 还有一个茶艺的作品 那么这些呢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作品啊 都有别于 同步过去啊 我们展览的一些 跟他们故意玩的地方 所以 像美式这种呢 我们也鼓励啊 我们的乡亲 台湾的乡亲呢 能够有机会 尽量到铺屋来 那么大家充实一下 其他类的一个作品 那么 陈友新老师呢 真的是多才多艺的 传统七夕工艺 使用天然气制作 方能体现七夕独特的质感 展现色泽温润 光泽内敛 气物典雅的风之佐悦 那种 那种 一色的积极 那种家庭里面就 都收拽了 就是 四 第三 然后 三 四 四 三 那这边就不用转 传统 那吉祥 就是 这种 那种 那种 传统七夕工艺 有广望的 你从这边有什么 哦 那二十 二十三 传统七夕讲究功能性 装饰性 应用在气物上 能够让气物美化 受到保护 也增加了气物使用的寿命 如此珍贵的生气材料 如今也成为了艺术创作媒材 这个我们鹏朴呢 就是这个 天套鹏的雷金画 那基本上这幅 七画呢 看到那个 鹏朴的原作 基本上是很感动的 因为这幅画是藏在哪里呢 那个暗桌的那个 左右两边 基本上是被遮住的不是很清楚 那可是呢 在旁边的走廊呢 他有放大的那个 四幅的七画 把他秀出来 那我想 如果你没有做七夕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 这是府的珍贵性 那 他把它放大出来看的时候 我就看他古人的制作 非常的精细 然后用那么好的一个材料 金的材料 去做画画 那可以保存百年千年 到现在亦然白市 注意在那边 所以呢 那一种的激情 那我有一股冲动想要去 把它再重现 试着把它重现看一看 那 就 目前就先创作了一张 然后呢 有机会 我会努力的再把 另外三种 再把它给完成 这是我的任务 我已经是Cue到 收到了 我会努力把它完成 此次展览分为三类别 第一类是 橘导意向 七画作品 第二类是 铲峰作品 第三类是 茶具作品 呼应 橘导七号 展览主题 展出有别于传统漆器 题材与技巧 舍弃传统 亮丽的光泽 和细腻的图腾 带以豪放粗犷 斑斓色快 也欢迎对艺术有兴趣的 乡亲 前往观赏 记者王海龙报道